早前歌手李敏自殺身亡 大家都很詫異究竟一個名誠利咒的人 突然間離開了 初來就說他有抑鬱症 後來大家都知道他最近做過腳手術 要重新學過行路 半年前他在社交網站展示過一幅相 看到他的胸口旁邊有些沙布 又有膠瓶裝著一些紅色的水 有些血水 究竟那個瓶是甚麼呢 今天就跟大家討論一下 那個瓶應該叫做引流瓶 或者叫做引流袋 英文叫做drain 做外科手術 做完之後 塞一條drain 都挺常見的 通常一條膠喉 或者矽膠喉 在做手術的傷口 就在那裏拉出來 隔著一個瓶 很多人就會問 做手術就做手術 做完手術 割完不要的東西 關上傷口 即是亂了 便可以 為甚麼都要留一個洞 整條這麼粗的喉 出來 這個引流袋 都相當有用 看看是甚麼情況 今天就跟大家討論一下 幾種最常見的情況 這個drain 是很有用的 第一 如果你做完一個手術 尤其是手術比較大些 這樣算 就像是乳癌做手術 乳癌這樣算 就要移除乳房的組織 就算不是全個預防移除 如果你的腫瘤 不是說真是很小很小的 即是如果它有小小 就是這麼大 或者一塊錢這麼大 那些 那其實呢 你做手術的時候 除了割了腫瘤 都要割一個圈的margin in case 如果它有侵蝕性 那你就連那個 開始有侵蝕 到處去組織的細胞 都割清了 那就最穩陣了 那如果你割了一大部分的組織走 那它就有一個虛位在那裡 那如果有一個虛位在那裡的話 那個虛位 如果做完手術 就這樣就關上那個傷口 做完手術 裡面都是一個傷口 那它會發炎的 那如果發出炎呢 我之前很多次都說過了 發出炎的血管有發炎 反而它就會擴張 即是血管壁上面的小孔 就會擴張得很大 血液裡面的水分 經過這些洞 就流出血管外面 就會織在那個傷口周圍 好像一泡水一樣 填滿那個空間 那再者呢 有些時候做完手術 當然你裡面有些微絲血管 小的血管 都會有些滲血的現象 那如果它就是說 你有一個空間在那裡 那它也會慢慢流血 那就織住 就變成一個空間 全部充滿了血 漲著在那裡 凡是種種 就說有個空位在那裡 又有些液體在那裡 有血在那裡 如果散不走的話 那都會防我創傷去復原的 那再者呢 如果真的時間夠久 那些淋巴液 血液 那樣 就一直都在那裡 的話呢 就很容易被細菌走了進去 然後就變成了一泡龍 那樣 然後感染呢 更大件事 做完手術之後 就放一條膠喉下去 那膠喉的嘴 就剛剛在那個 做手術的位置 即是那個空間的附近 那些多餘的淋巴液 或者裡面有滲血的東西 就可以經過那個地方流走 那那個空間 就可以慢慢縮小 扁了的話 就好回來 過程就會順利一些 第二種情況呢 就是說 如果不如做某些手術 那個地方 就如果去積埋一些空氣 在那裡 最典型就是那個空腔 那個肺那裡 空腔裡面 是一個負壓的地方 即是那個肺呢 才可以擴張到 即是我們身處的環境裡面 那個大氣壓力 那這個壓力呢 就會一路去到氣管 肺那些氣泡裡面 那麽就捉住那個肺 就令到肺可以擴張 那就可以正常呼吸 那但是如果你打開了它 或者裡面有一些空氣 裡面都會有一個正的空氣壓力 那肺呢 就會扁了 那這樣 就會呼吸不到氣 那如果真的壓得很厲害 那就有危險性 那如果那個空氣呢 積埋在一個空腔裡面 很厲害的話呢 那就是它甚至呢 會壓住那個心 那心都跳不到呢 那當然很大件事 那所以通常呢 就是有時候做那些空肺的手術 那這樣呢 那做完之後呢 很多時候都會擠一條喉 在那裡擠一個 drain 擠一個 drain 引流管呢 那它就不是說 只是引走那些血水那些 那些 它主要就是抽走那些空氣 那第三種情況呢 就是一些 譬如說腸臟的手術 有些人有腸的cancer 那你就需要割了那一部分的腸 那如果即時要駁回它呢 駁回口 駁回齊整之後 接著你就關掉它 但是始終有個機會 那個駁口呢 即是駁得不漂亮呢 那它會爆開 那也都有機會 譬如有些人的身體比較弱些 或者抵抗力弱的話 很多時候傷口感染又是容易爆開的 如果你說做完手術就關掉了 什麼都不割的話呢 那你其實很難知道的 裡面可能說 即是它爆開了 接著呢 那些腸裡面很多細菌那些大便 就流了整個腹腔都是發炎 那就很危險的了 那所以呢 如果你說做完這些腸臟手術的話呢 那你割一條 drain 割一條引流管呢 就在那個傷口的隔離呢 那就是說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 正常呢 你就會看到它 可能有些少許液體啊 有些血液啊 那你也是OK啊 那但如果你突然間看到它呢 有些好像大便那樣走出來 你就知道啊 即是爆了 立刻呢 就要快些 就重新要再做多次手術 洗乾淨的肚子呢 修補回它這樣才行 那一般來說呢 譬如說做這個乳癌手術 這樣算 那如果你說那個液體呢 慢慢它就會少了 即是傷口慢慢好回來 如果少到一個地步呢 那就是每天可能得回二十多CC 以下呢 那就可以拔掉了 拔掉之後呢 那傷口就真的可以 正式刪回 那就可以了 做明星呢 即是風光背後 很多自己的困難呢 即是不為人所道 即是壓力會很大 那你如果有什麼事都好呢 都要維持那個專業 總不能夠苦口苦面 對著觀眾 不知你問的情況實際是怎樣呢 如果真是身邊沒有人可以分擔 沒有人可以支持一下的話呢 疾病啊 感情啊 壓力啊 各樣東西加在一起呢 那應該都是相當之難過 我今天講到這裡先 多謝大家 記得留言點讚訂閱 下次再見 拜拜 謝謝 謝謝